現在來到湖南一個代號691的防空隧道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防空隧道 裡面除了防空功能還有另一個目的 待會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門口設計和國內的防空洞設計差不多 同樣是防彈、防毒、防化三重設計 現在可以看到裡面的水是非常之大 進來深處一點 就發現它的結構和白力島和其他防空洞的結構差不多 假如你有看過之前7011的介紹 應該猜到地上的蟲是要來做什麼的 是要來放電線的 上面也會看到一些空氣抽氣的系統 在牆上貼了一個50kw發射機系統原理圖 在變段開始的時候我已經提及過 這個不是一個普通防空洞 這裡其實是一個60年代馬共遊擊隊 在中國的廣播電台 詳細可以看我的網站裡面有介紹的 鏡頭就會看到帶電設備認真操作 以及一些關於高壓電要仔細檢查的標語 這裡以前就是廣播站的鋪電系統 大家看到這裡可能都發現 鏡頭是不斷地搖來搖去的 因為其實整個防空洞 地下都是有一條蟲 而兩邊只是夠擺一隻腳 因此我走的時候 就一定要左搖右擺 好像一隻蟹一樣走 來到這個位置 就已經是這個防空洞 或者廣播電台的另一邊出口了 經過超過半個世紀 這裡門當然就推不開了 只可以沿路接返 然後去另一個地方再看看 剛才的防空洞裡面的出口 另外一邊就是這樣的 這個叢林裡面 就進去吧 就有個蜻蜓飛過 然後就剛才那個門口 即是開不了門的門口 都不要推了 不過竟然轉這邊 還有東西玩 玩什麼呢 大家看就知道了 這裡有個手滑洞 在這裡 看起來很漂亮的 上面有石屎的 有鋼筋有石屎 那繼續進去看看 什麼環境 先看看 雖然看樣子 也是兩夜就走完 那樣子 那樣子 那究竟是不是呢 咦 不是喔 還有東西放的 青蛙走過 嚇死我 很多鋼筋 有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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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很清 大家都應該看到 那下去了 結構很穩固 跟之前那些 裡面的房洞 結構有 不是 房洞 房洞結構有 不同 好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這種的結構 在國內 都是第一次結構 哇 這裡很斜 很斜 很斜 非常斜 非常滑 哇 很危險 先收拾牧肌 這條隧道 最後就是這樣 垂了出來 好了 看看後面 就是我最害怕的東西 幸好牠死了 如果生鋼筋 就大劑了 好